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48道歉 哭诉了一阵 柯安安挂断了 电话冷笑道 你们两个 有种就不要走 两位 韩天丽是清城娱乐公司的老总 有势力 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麻烦就大了 导演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忍不住劝两人 天塌了地顶着 我倒要看看那韩天丽 是什么人 叶浩轩说这不慌不忙的坐到了一边 萧海妹也坐在她的跟前 两人丝毫没有把柯安安的威胁 放到心里 好 你们两个 有种 你们等着死吧 柯安安咬牙切齿的看这两人 果不多时 一辆车直接开到了影棚的跟前 车门一开 一个戴着叶大的项链 替着光头 戴着墨镜 活脱一个黑社会形象的人走了下来 在她的身后还跟着几名黑色衣服的保镖 这个人正是清城娱乐公司的老总 倒也有几分势力 安安 谁打你了 特妈的吃了雄星豹子胆了 韩天丽嚣张的喝道 韩总 你可算是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他们就要把我毁容了 乌跑 柯安安夸张的哭着扑到韩天丽的怀里 乖啊 不哭 是谁欺负你了 给我说 我废了他们 韩天丽安慰 他们 就是 这对狗男女 柯安安向这叶浩轩两人一指 全部打断双腿 韩天丽头也不回得一挥手 是 老板 他身后的两名保镖一点头 就要上前去 韩总是吧 酒仰了 萧海妹微微一笑 站了起来 别跟老子潘关系 敢打安安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韩丽一回头 一眼看见五妹动人的萧海妹 她激凌凌的打了个冷战 这娘们儿 好五妹 而且成熟风韵 肯定比怀中的柯安安姐风情 她转身笑道 这位小姐长得真漂亮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向娱乐方面发展 小姐的气质一看就不一般 如果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我保证 保证让你一炮走红 她说 这还递上去自己的名片 现在的女人 哪个不想出名 韩天丽暗地里 也不知道潜规则了多少女星 而这柯安安的姿色不错 被她潜规则了之后 马上有窜红的迹象 只是柯安安的那点姿色 跟萧海妹比起来 差远的 看到韩天丽的样子 八成是又动了色心 这让柯安安气得直跺脚 可是她也无奈 她最大的倚仗 就是韩天丽 自己不过是个小角色 只要韩天丽一个不高兴 马上就可以封杀自己 我对娱乐 没兴趣 萧海妹摇摇头 真的不考虑考虑 韩天丽说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拿开你的脏手 萧海妹厌恶地后退一步 冷冷地说 不给面子 韩天丽一声冷笑安安 你说想怎么教训他们 断四肢 柯安安心中大爽 去 按照安安的意思去做 韩天丽一挥手 两名保镖马上走了出来 清城娱乐 是李氏家族的产业吧 老板是李军林 叶浩轩悠然地说 不错 有问题吗 韩天丽冷笑 韩总 给他们废话什么 教训他们 柯安安尖叫道 这对狗男女 你最好闭嘴 捧着你点你是明星 不捧你就是个戏子 叶浩轩 叶浩轩冷冷地一笑 拔通了李军林的电话 叶大神医 找我有事 电话中传来李军林的笑声 有个清城娱乐的姓韩的 是不是你的部下 叶浩轩直截了当地问 我家的产业中 是有这么一个公司 怎么了 李军林有些诧异地问 现在那个姓韩的要断我四肢 如果不是看你的面子 我就让他好看了 叶浩轩笑道 韩天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李军林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妈的 装枪做事 你以为你是谁 认识我们李总 韩天丽冷笑 只是他这一声 冷笑还没有笑完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摸出手机一看 来电显示正是大老板 韩天丽心中一凸 感觉有些不妙了起来 难道眼前这个 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竟然真的认识 他们的大老板 怀着忐忑的心情 韩天丽接通了电话 你最好让眼前的人原谅你 不管用什么方法 李军林冷冷的声音 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老板 韩天丽一惊 还想说些什么 但听筒里已经传出挂断的提示音 在这瞬间 韩天丽只觉得急被发凉 大老板的手腕 他是知道的 别看他在这些小明星面前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得罪了他们的大老板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连忙喝停了眼前的两名保镖 抹了一马脑门上的冷汗 韩总 你快揍他们吗 我要他们死 我要毁了那个贱女人的容 柯安安依然撒娇道 你特妈的闭嘴 韩天丽大怒 一耳光返抽了回去 啪 他这一耳光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一声清脆的耳光抽过去 柯安安一声尖叫 被抽出了两米远 韩总 我 我做错什么了吗 柯安安惊恐地看着韩天丽 在这瞬间脑海中一片空白 他不明白 刚才还对他千一百顺的韩天丽 现在突然变了个样 贱人 一个二流小明星 你耍什么大牌 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了 马上向两位道歉 韩天丽怒道 他恨不得再上去抽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几个耳光 这两人显然是与他们的大老板关系很好 这个女人平时耍耍威风就算了 但是得罪大老板的朋友 恐怕他也会跟着遭殃 对 对不起 柯安安被吓得几乎要哭了 就算是他再笨 也明白 眼前的这两个人身份不一般 大点声 你特妈的没吃饭吗 别忘了没老子的捧 你屁都不是一个 韩天丽怒道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 柯安安哭着向叶浩轩两人不住的鞠躬 见萧海妹仍然意且的薄怒 叶浩轩依然是一脸的冷意 韩天丽怒道 抽自己耳光 柯安安身体一阵 还是按着韩天丽的意思去做 一下一下地抽着自己的耳光 感谢观看